桃园在群聚感染事件传出之后 整个台湾防疫拉警报 许多活动像是灯会陆续取消 全民也严正以待 疫情下桃园教会也立即响应配合防疫政策 取消大型集会的活动 小型的聚集也加强实名制 喷酒精 扩大座位距离等措施 全国祷告网络也发起了众教会 进入40天为国禁食祷告 近来在台湾园火热的 复兴祷告小组RPG 也不停歇地为疫情祷告 希望在危机时刻 发挥信仰稳定人心的力量 我们最近取消了两个大型的活动 都跟RPG祷告复兴小组有关 那其实当我们全家一起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领受 就是这个复兴小组 当然人来推动是很好 但是神好像亲自的在加速的 在推动桃园地区 祷告复兴小组的这个能量 因为因应整个疫情 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两三个人在线上 或者是可以这样连结奉主的名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国家来带导 所以我想桃园 我们希望在这个 祷告复兴小组的浪潮里面 疫情期间我们可以连结推动的更稳固 虽然人不能来 但是神亲自的来推动 上周我们有为您报道 林书豪将加入NBA勇士队发展联盟球队 圣克鲁斯勇士队的最新消息 林书豪也特别录制了一段他的心情 给本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书豪 我很想念你们 希望2021年是你们都很健康 很快乐 然后我也知道我每年都在GOOD TV上分享 那我今年做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决定 然后很 就是 很努力的去追我的梦想 然后我知道GOOD TV有两个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会回这两个问题 用英文回 我跟我的信心 我跟我的信心 我跟我的生命都不在意义 无论什么事情我做 或是在我的生命 我感觉我的信心 必须是永远的 实际上是神的关系 不是法律 不是任何要求 只是永远的关系 所以 我将这一部分的经历 我一定会在神的关系 为神的信心 为力 为力 在一方面 但在一方面 会是什么 如果我会有什么 我会在神的关系 去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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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勉強 是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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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由 有很多次 我都想 想断运 你 我只想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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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trying to sound churchy or anything it's true like when I was really weak and I was ready to give up God exposed different fears in me and made me confront them and he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keep going even though you know I wasn't ready to make that choice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God you know God promises that when we ask for wisdom he will give it and he will give it generously that's a promise and I feel like along with wisdom is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keep going 林淑豪也和大家相约在今年的分享会继续听他的故事 也请大家为林淑豪来带导靠着呢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五年级生熟悉的飞音三叔之一歌手邱海胜最近举办了大型演唱会 本台记者有来自现场的报道和专访 已经离开流行音乐歌坛33年的歌手邱海震 1月16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大型的演唱会 那对他来说这不是为了自己的付出而唱而是为了上帝而唱 那每一首歌都是他人生历程的最佳记录 用一首首经典歌曲带歌迷进入了时光机 邱海震睽违了33年 首次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 演唱会的音乐编排串起了邱海震的生命故事 且一默化地带出了生活化的信仰 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做过一个梦 就是站在很多人的面前唱歌 不过我确定那个时候旁边没有义能经跟方文林 只有我一个而已 因为种种的关系 然后我离开 淡出了歌坛 神拣选了我 然后呢我的生命不一样 本来是放弃唱歌了 没想要被神又找了回来 所以这个启程转合 我觉得就是一个福音 一个演唱会30首歌 我讲30篇到 可是你完全没有觉得我在传教 发现哇原来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巨星 原来他的幸福也是在柴米油盐 江珠茶里面找到 演唱会不仅邀请到了好友吴起贤担任嘉宾 求海珍也特别与儿子马奇亚同台演出成为最大的亮点 歌曲串场间也到处了当年因为表演而错过了父亲在冰尸前见他最后一面 让求海珍痛心万分 但应着上帝的亲自安慰 让他重拾麦克风来表演 那时候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歌坛 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了之后 上帝修复了我这一块的缺憾 所以我不应该因为父亲的离去 那其实我就好像跟着埋没了上帝给我的恩赐 全新的演唱会唱出了求海珍的生命历程 他也展开双手 邀请歌迷朋友们一起共度未来的旅程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其实邱海珍离开荧光幕回归家庭之后 经历过一段适应期 那因为明星的身份 大家都用放大镜 甚至是显微镜来检视邱海珍 那我访问她的时候 她也提到说随着时间的变化 外表多了岁月的痕迹 那别人的一句话 甚至是一个眼神 都会影响到她的心情 但是她在认识上帝之后 她开始相信 这一切都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 那邱海珍除了要适应 卸下明星光环后的自己 在她歌唱专业的领域上 也有遇到瓶颈 那刚开始在教会唱歌的时候 她浑身不自在 不过她心态转变之后 接下来不论到了哪一个舞台 只要开口唱歌 那里就是神给邱海珍 敬拜上帝的祭坛 其实我必须要再次的说 她没有分流行歌跟福音歌 应该算是我之前出的专辑 跟现在刚出的专辑 那我觉得尽管是我以前的流行歌 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它其实都有福音的 message 在里面 只是你怎么运用 我那时候就不会去想说 我现在唱的是 我的那个好像那个叫开关 现在是流行歌 现在是开过来 这是教会的歌 没有了 我再从此没有这个东西了 我以前很羞愧唱我以前的流行歌 我以前在教会里头服饰的时候 我觉得不可以唱 这样子好亵渎 好不怎么这样子 你知道吗 后来No 神调整我的眼光了以后 难道他不是上帝创造的吗 上帝不可以创造一个 他不可以透过一个 不认识上帝的人 外邦人创造歌吗 当然可能 是我们眼光狭隘了 所以人反而去限制了神 我们的神是无限的 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 我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叫做敬拜 那是歌手出身 又是演艺界的大师刘文正的弟子 那邱海正一开始认为 自己在歌唱上的才华能力 在敬拜上 应该说是可以轻而易举的 没有想到 有一次在教会唱诗的时候 上帝竟然要他不要再唱了 这个令人费解的事情 竟然让邱海正的信仰生命有了很大的跨越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记得我服饰完的时候呢 我的头整个抬不起来 整个抬不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中风了一样的 好像头抬不起来 我觉得很怀疑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后来我心里面就开始默默地祷告 说主啊主啊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结果呢我听到两个字叫够了 我说够了 什么东西够了 后来那个 我的心事页面就有 好像一个对话告诉我说 我把你放在演艺圈二十多年 但是我用你三个月用完了 够了 哇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就开始流泪 我就说主啊你原谅我 我错了 因为我不懂 那我才刚信主 啊你要教我啊 要不然我不懂啊 对不对 你不可以不教我啊 我对不起嘛 我心里面就 当我讲出这个对不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那个颈部就放松了 都可以抬起来了 可是呢我就知道说 OK 我觉得我的敬拜 没有得到神的喜悦 我在讨好人 所以呢我就跟我的敬拜团长讲说 我要休息 我要请假 那他说那你要请多久 我说我不知道 我要看 我要祷告 那从那一天起 我就是个人在我的家里面 我一样我就亲近神 我就祷告 我就读经 我就敬拜 我就自己 在我的家里面卧室这样 我就自己 大约也是差不多快要三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我在敬拜的时候 的确我就听他说 可以了女儿可以了 哇我好雀跃 我忙跑去跟 跟我的那个团长讲说 上帝说可以了 然后我就开始 从那一次我重新再回到这个祭坛的时候 敬拜的太子神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改变了 放下自己愿意改变心态 降服于上帝 真是一个很美的生命见证 由身心障碍者家庭组成的喜乐家族 为了纪念二十周年 在国父纪念馆演出了一场排练两年的舞台剧 不仅是将马杰的故事诠释非常到位 更感动现场两千多位观众 不少人都掉下了眼泪 台湾传统汉服再配上外国枪的闽南语 1月17号国父纪念馆上演了一场 马杰在台的故事 但仔细一看 演员竟然是身心障碍的学员与他们的家长 结合了天运合唱团 西罗牙管弦乐团 布农部落剧场 这是喜乐家族基金会 二十周年的纪念舞台剧 爱我愿意 诠释着马杰来台的一步一脚印 这位台湾女婿 即便不被欢迎 却仍诚心奉献给台湾 喜乐家族因疫情而言后演出 将近两年的排练 真情演绎感动现场两千多人 这二十一年来 其实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 可是远远不及马杰 那当我们跟上帝回应说 我愿意爱 我愿意 我愿意什么 我愿意用这样的态度 来接待身边的特殊儿 要有更多人 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孩子能够知道 我们有这样一段过去 然后才能够珍惜 而且感恩 就是再次地提醒爱 就是我愿意 然后就要去行动 我觉得还蛮感动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他们还真的很努力地在跳 而且是很快乐地在享受舞台 从原住民不认同到最后认同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都快流眼泪了 像我们拿的表演的时候的玉米 这些蔬菜 其实都是马杰博士引进来的 来台宣教超过五十年的巴拓生牧师 也到场全程观赏 而出生在传道人家族的周神柱牧师 也不禁哽咽 我今天在这里很感动 因为马杰是我外祖父的老师 所以我外祖父 这位台湾第一个传道人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才是主角 只要说爱我愿意就是主角 很快乐很开心 这一次能够演出我爱愿意的 谢谢大家 明年2022年正式马杰来台宣教150周年 借着喜乐家族的用心诠释 这份不求回报的精神将在台湾继续传承下去 Go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 RPG祷告运动从去年开始 在全台湾各地升温 一月中旬各地牧长们再次聚集 也有共事要建立RPG资源分享中心 让全台湾的教会彼此在祷告运动上 分享见证资源共享 1月14号15号为期两天 来到台中的RPG复兴祷告小组分享会 各地区的牧长们也实际地用两三个人RPG祷告 拉开序幕 从去年开始的复兴祷告运动 为台湾的众教会添加了祷告的柴火 半年下来牧者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不是一个事工 而是一个祷告生活化的运动 全台各地的牧师们也不分宗派的彼此扶持 每周相约来祷告 彼此不孤端而且突破了一些障碍 因为我们透过不同教派分享的处境 虽然不一样的处境 但是会同感一灵 也是彼此来建造 牧者的关联是从祷告开始 那我觉得我发现牧者们因为透过祷告也觉得蛮喜乐的 那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因为我发现他们自己是喜欢祷告 只是没有人带领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区后我们十多个牧者 昨天就有十七八个牧者 我们可以一起三个三个人祷告 祷告得非常热烈 我们就叫天国要使 就不叫RPG 但是意思是相同的 那我就推动了叫做夫妻天国要使 家庭天国要使 小组天国要使 各教会把原有的策略融入了RPG 名称虽然不同 但目的都是要建立庶民化的祷告文化 并且要祷告聆听神的声音 让万民成为祷告的店 推动至今 见证不断 我们去年一到十一月 才受洗了大概四十位的弟兄姐妹 那我很勇敢的就提出 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要再带领弟兄姐妹来 新朋友来受洗四十位 在RPG里面好好的祷告 那感谢上帝 我们清点了一下 我们这个目标就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达成了 另外这一次的凝聚也透过了国度复兴合一 祷告联盟整合资源 建立RPG资源中心 像是祷告杂志 调度平台工作坊 GooTV的复兴祷告RPG专属频道 彼此效力 记录见证上帝的奇妙工作 我们一定要苏醒 因为不再只是单顾 或者是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 当每一个神的儿女开始眼目被吊转的时候 神的国就要介入 RPG资源祷告运动 不仅让每一位基督徒 把祷告当成生活的习惯 也让彼此拥有同伴 在祷告的路上不孤单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才刚结束的期末考和学测 学生们兢兢业业的准备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在校园推动的RPG 反而有助于疏解压力 就像是考前的心灵鸡汤 来看校园RPG是怎么进行的 面对期末考及学测 在校园开始推动的复兴祷告运动RPG 成为排解压力更有效的心灵鸡汤 然后就祝福该他剩下的科目 是他能够从容地应对 今天就是断考第二天嘛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其实很紧张 我想说来这边就是也可以 顺便为着我的需要祷告 复兴祷告的火在全台多间教会延烧 甚至学生也开始在学校进行RPG 将祷告融入校园生活 士林林良堂青年牧区的RPG 从教会走进校园 本来例行的校园探访 变成每周在学校墙外的RPG祷告 两三个人围在一起 利用午休或下课10到15分钟的时间 与神与人有一段亲近 彼此关心的时刻 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祷告 而是我们一起来 为了自己的学校 为了自己的同学一起祷告 马上就是听到他今天的心情 或者是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关心上面 就会比较好像清静 然后也比较像是符合他的身份 就是学生 他们开始在校园当中 会真正的去关心他们的同学 甚至有些是本来跟那些同学 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好的 他们都会在祷告之后 愿意跨出那一步 主动去建立关系 当学生与上帝的关系更亲近 人际关系更融洽 个人心灵状态改变 也吸引同学的注意 学生也能够更勇敢地 出去传福音 邀请朋友一起祷告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困难 然后因为时间也算蛮短的 10到15分钟 他有很明确的步骤 然后很容易上手 然后像我们有一次就是 旁边也有他的同学 就是他是新朋友 那他也会愿意在旁边停 也不会觉得好像很宗教 他就可以一起参与 从白天到黑夜 祷告能穿透校园的围墙 RPG让信仰更生活化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国宝级的艺术家刘新青 今年已经88岁了 客委会特地帮他在国父纪念馆 举办了一场八八魁股展 来参观的民众非常踊跃 现场展出刘新青过去的漫画手稿 发明作品到名俗画作 相当珍贵难得 已经许久未曾公开露面的 国宝级艺术家刘新青 1月15日特地出席 文化部及客家委员会 在国父纪念馆 共同举办的 童心 乡情 刘新青 88回顾展的开幕记者会 现场吸引上百位粉丝 到场共襄盛举 这次的回顾展展出 刘新青历年的漫画 发明 民俗画作等作品 让大家一饱眼福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 来捧我的场 我非常的感动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荣幸 是上帝的恩赐 这场展览的特色非常特殊 有趣丰富又多元 因为展现了刘老师 很多种的面向 斜杠人生的展现 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展现无疑 客委会会定期的 邀请我们客籍的艺术大师们 来做一个展出 展览分成五大展区 在民俗画作展示区 这次特别展出全长750公分 有客家版清明上河图美誉的 台湾桥迁图卷原稿 描绘出客家搬迁 全村动员的和乐景象 在漫画创作区 展出1968年至1969年的 机器人比赛 及机器人看病全册原稿 还有刘欣欣少数的短片漫画 光荣的污点原稿 首次公开展出 现场也展出刘欣欣 多项的发明专利作品 以及取材于民俗画作的 实践雕塑作品 老师的作品 其实它有很多层次的 一个教育作用 就像我们在看这件作品 它这个是一个传承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平面看不出来 所以老师他把他的生活美学 各种东西做在这边呈现 3D的作法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欣赏它 也可以触摸它 刘欣欣八八回顾展 将展出到1月31日 欢迎民众把握难得的展出机会 再次回味刘欣欣欣老师 精彩缤纷的创作作品 GOOD 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 刘欣欣的漫画发明和民俗画作 为人熟知 但是在她风光一时的创作成就当中 却有着一段相当低潮的时刻 使信仰带给她人生的心盼望 家喻户晓的国宝籍漫画家刘欣欣 许多人都对她的漫画 留下深刻的记忆 刘欣欣在接近人生七十古稀之年 认识了基督信仰 而改变整个人生信念 她在晚年用各种的方式 回馈乡礼 实时献上感恩 文化部今年选了五位艺术家 而在她卓越成就的背后 有个功不可没的伟大女性 她的牵手黄淑慧女士 妈妈真的不得了 从以前小时候我知道 就是妈妈在教稿 然后写对白 然后修改 甚至修图 所以爸爸她的工作内容 就是把所有的漫画 把它画好之后 然后交给妈妈 爸爸的字体非常的漂亮 但是也可以说非常的潦草 大概全部只有妈妈看得懂 因为那个时候 在做漫画稿的时候 写字一定都是写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妈妈花很多的时间 在帮她想这些对白 教稿 然后去整理 所以其实妈妈功不可没 而且工作完还要带我们这些孩子 做功课 那妈妈以前又是老师 就牵着我们 然后坐公车 然后去上班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这老大 这老大 这老大一生嘛 在旧金山当一生 在移民美国初期时 刘兴青过着吃喝玩乐 糜烂的生活 人生也碰到了瓶颈 而当时她在美国习医 赌信基督教的大女儿 把福音传给她 刘兴青也因此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因为我的小外甥出生的时候 本来怎么检查 她是残废的 她生出来活不了 或者是一辈子瘫痪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 就是靠祷告 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 结果果然不错 出生之后完美无切 我就非常感动 我决定信主 那个时候受洗 我不要简简单单 在教会洗滴水 接受受洗 洗不干净我的最够 所以我要很多的水 才洗得干净 水哪里最多 太平洋中间最多 所以我特地到环岛去修洗 我对这红神的人也 在未来 修洗后的刘欣青 学习如何放下 了解到施比寿更有福的道理 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所谓爱就是给 你愿意爱 要爱人 要舍己 那就是多多的给 它不但是物质的 财物的愿意给需要的人 它的很多的文化是 文化的东西 创作的东西 它也都不愿意给人 你看他的为人 他就像一个漫画人物一样 让人觉得就是很想亲近 很可爱 那跟他接触了以后 我发觉他是一个 很重情感的人 你只要对他好过 只要关心过他 他都是放在心里面 每次都是把他的这种感谢 特别的请我们的师母 带到我们的团庆里面 知足感恩 感情丰富的刘欣青 因他上百种的创意发明 也让他有着吃点子的人的称号 当我们采访到刘欣青的儿子 谈到自己眼中 这位极富创意的名人父亲时 也道出小时候 父亲对他因材施教的创意方式 父亲从来不教我们画画 他觉得画画这种就是天生的 教都教不来 那我小时候我是比较顽皮 我不爱念书嘛 爸爸就觉得说 那这个孩子我该怎么教啊 怎么跟三姐都不一样 姐姐过目不忘 那我爸说好 那既然这样就把我带到西边 他就先把石头上面就写 用注音写说我在右边 然后他就跑去躲了 然后我就每一颗石头看 然后这样子去学薄薄薄薄的 所以他们父母亲都是 真的就是用因材施教的方式 哪一个方法适合你 他就往这一条路去走 在未来也不 你就生活的有敬仰 有个精神向的寄托 你不会怕死的 每天我起来我一定祷告 感谢主让我今天还活着 而也希望主就让我 安安静静的睡梦中随你而去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刘欣欣感谢上帝 让自己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让他以作画的方式 将台湾的古早生活记录下来 使得历史得以永续传承 刘欣欣在古副纪念馆的回顾展 会一直展到一月底 有机会可以去欣赏 大师的毕生创作 除了锁定Good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 关注Facebook GoodTV App Instagram 以及订阅Good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国度报道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下周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